好 那个我们直接我们来去安装一下呢 LendManager 我们来看一下 下载地址的话也是 在他们官网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 download LendManager 然后的话我们去下载一个 看一下我们这个是下载大版 这是0.5.2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用5.3吧 我们用一个最新版 然后我们下载一下 我们要连接地址 嗯 我们这一次的话我们把这个 嗯 LendManager呢我们装到第三台机器上面 我们把它分开 嗯 打个get 然后现在的话已经下载下来了 然后我们把它解压一下 然后 然后我们去拷费一下 它其实应该下面 也是一个可自行文件 有两个文件 也是有一个工具包 然后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组 嗯组程序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是配置文件 嗯把这个两个文件 把这个两个自行命令 我们就把它拷费进来 然后还有AMTour 嗯 我们也只把它拷在 YSR路虎下面 拷并下面 然后大家看一下 嗯 不行 大家看到 现在的话是已经可以了 嗯 已经可以的话 我们去把它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 嗯 去拷费一份 mkdr tc onademanage 嗯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置文件 它默认的配文件是什么样的 我看一下 哦哦 是个程序了 应该是 这个 存论一下吧 大家看到 然后呢 默认的有一个全局配置文件 还有一个路由 还有一个路由 下面的话就是一个接收者 也就是说一个发送给谁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默认配置文件的话呢 我们那个也比较简单 我们这里面的话 我们都不要的了 我们直接 重新自定义一个 嗯 manager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一个是一个全局的 嗯 换 这装个vm吧 要不然的话看路比较别扭 嗯 嗯 前面的话是定义一个 我们这个邮件地址 邮件服务器 我们看一下 嗯 smtp host 然后是 smtp 126 我这里面的话我自动了一个 126的 然后这后面的话是一个 它的一个 嗯 smtp的一个 嗯 端孔 smtp 就是说这个邮件的话是从哪里 从哪个 邮件账户进行发出 嗯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使用 jk的账 使用这个邮件账户进行发出吧 然后我们认证 嗯 一个name 嗯 真正的时候是问哪个 嗯 用户名 然后 smtp oh password 然后的话我们密码然后等一下再去设 smtp 然后 嗯 然后这边是什么的 这么一个那个这个里面是设的什么 设的我们 嗯 不使用tls加密 s pulse 然后的话下面是一个 路由 路由的话 嗯路由里面定义的接触者是谁 是一个是使用的方式是 receive 然后的话我们使用的一个名称 这个mail的话这代表是一个名称 它并不是代表着是一个动作 这个名称的话和要和下面的一个名称 要定应得上 没有 只是按照 就是一个名称的 有一个名称的 这个名称的 然后的话我们这也要和下面这个定義上 然后呢 这个名称 email config 然后它是发送给谁 发送的 我们那个 一个邮件地址 6600 好,这样的话 我们就设置完成了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你自己要把这个 自己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密码填上去 然后的话我这里面密码 我这里就不演示给大家了 然后的话我这里改一下 因为这个账号 不用不了 那个密码的话我们都不在这里啊 我们这里把它保存一下 嗯 那个我们继续往下看 然后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就去 去启动一下 刚刚config 好,file 嗯,这里一个文件 etc alert 嗯 就是有错误 错误的话我们看一下那个 哪里有错误啊 嗯,在我们的第一行里面 这个global 嗯 这里做一个b 嗯 嗯 嗯 我们再来启动一下 嗯,现在应该是已经启动起来了 嗯,我们去访问试一下 嗯,默认应该是在9093上面 嗯 嗯,176-9093 嗯 嗯,现在的话是 嗯,我们已经安装成功了 大家看到它的页面还是 嗯,效率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呢也没什么东西 就一个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有很多都是 我们有很多地方 我们又没有进行配置 它为什么这里面 那个也那个也有呢 这种一些默认配置 你看它我们 我们的密码 它这里面显示的 也是给我们进行加密了 大家看到 嗯,大家看还有一个模板 它也会有一个默认的一个模板 嗯,好,那个我们来继续往下面配置 我们首先的话在那个 嗯,PermitSales 然后PermitSales上面去添加一个 嗯,报警规则 嗯,把那个报警规则和这个 嗯,LendManager 然后添加进去 在174上面 然后 这里 这里之前我们把它注释掉了 我们把它添加上 然后这里的名称改一下 0.176 193 嗯 然后的话我们那个 那个 那个把这个 我们那个LendManager呢 我们也把它添加到我们的监控当中 嗯,这里面的话我们就不单独的再去定义一个文件了 嗯,我们就直接那个 嗯,在这里面直接写了 嗯,看一下 嗯,看一下 哦,没错 嗯,等等 Name AlertManager 然后是 Stick 一个精细的配置 精细的配置文件 然后的话我们 嗯,我加一下 嗯,我加一下 一个规则 嗯,大家看到 嗯,大家看到 然后这是我们之前定义的一个表达式 嗯,我们再放一个新的文件吧 嗯,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嗯,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嗯,这里面是定义我们的一个 嗯,一个记录规则的 然后我们把它再放一个新的文件里面 正话复道表更豀明一点 而,not-letth 嗯, Kindales-letth 嗯,letth的 我们这边 那就少写了 好,我们来改一下 嗯,group 嗯, damit 然后的话是 Not-letth 然后是一个 纪录规则 警报 我们这边是给它定一个名称 就是 高电视警报 高CPU警报 然后的话我们后面才定一个表达式 Cleanse 然后 node-cpu-avage 这个表达式的话 就是前面我们 在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文件里面定义的 这个表达式我们是已经定义过的 然后的话我们只大约4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CPU使用率只大约4的话 我们都会经营报警 然后 像说那个会等待两分钟 假如说那个两分钟之后 那个还高的话 它会持续两分钟 假如说持续两分钟 它那个CPU的使用率还高的话 我们这时候就会报警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能为了更好演示 我们稍微一分钟 这个的话只是一个 一个label标签 这个label标签的话 可以那个动作 定这个标签有什么动作 定这个标签的话 它就可以把这个发送信息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label标签发送到后面 我们那个aloudmanager aloudmanager上面 aloudmanager上面的话 会根据这个信息 根据这个标签 然后进行一个分组 而我们这边的话 还没有可能使用上这个功能 但是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标签有什么作用 然后的话 还有一个注解 听信 然后的话 这边都是一个注解信息 summary 这个注解信息的话 都无所谓了 就根据你自己的需要 自己去定义都可以了 console 再测试了 嗯 现在的话都已经可以了 可以的话 我们把配置文件 那个配置文件里面 去加载这个文件 加载一下 嗯 这里 嗯 无论是我们这边的话 嗯 我们自己 把它都改成一个新吧 这样的话可以匹配多个文件 嗯 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好 我们来 我们来从再 再录一下 嗯 unload 然后是 pioe q.hub 然后1853 好 那个我们去来看一下 应该是 我们去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 它这个配置文件 有没有生效 配置文件的话 看一下哦 这里 这里大家看到 已经那个 这两个文件已经生效了 已经生效了 的话 我们那个 嗯 去看一下这个警报 这里 警报这里的话 嗯 是没有 那个 没有报警 没有报警 然后的话 应该是没有达到一个 报警值 我们这时候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定义的是一个 instance instance的cpu 这个 我们生存之旅 大家看到 然后这一边的话 才0.6 这远远都是 那个 达不到我们的一个要求 看一下啊 我把它调 嗯 那个我们这 远远达不到 我们的要求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这时候的话 我们去那个 找一个 那个cpu压策工具 那个 那个来进行一个压策 这样的话 我们把cpu的一个 使用率 把它一个提高 这样的话 那个 这个值才会 才会上去 这样的话 我们那个报警才会出发 嗯 我们就 那个 来 收一个 cpu 压策 那就忘不了了 百多数吧 cpu 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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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 看一下 嗯 我记得是 那个 有一个 专门的一个工具 专门工作 一个压策的 然后的话 这个不是 啊 再一个 给大家看到 然后我们去那个 那个下载一下 上面一个cpu压策工具 我们留四位的 嗯 我们直接是这样下载 然后我们去 嗯 我们压策的是 压策哪个呢 我们 嗯 就在那个 174 嗯 我们在175 压策吧 175 压策一个 然后下载一下 这有一个很小小的一个工具 嗯 我们就来解压一下 嗯 cpu 嗯 我们看一下 嗯 然后的话 就一个 就一条 然后就一个命令 命令的话 我们直接是自行就行了 cpu 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就是做了那个8个cpu 我们就开始压策 压策的话 我们这边去看一下 它的一个值 嗯 这两个去 它看到 然后现在这个值 是不是马上上来了 然后又那个 呃 175 那 那个这边 应该会有 应该会有告警 等一下 嗯 这个告警 没有定义 证明我们刚才 定了一个规则 然后没有生效 那我们去检查一下 这边 是呢 为什么没有生效 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压策先 先停一下 停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 然后是 嗯 是不是 我们这边的话 我需要两个空格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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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再看 来看一下 嗯 嗯 这个警报 没有生效 这个警报 嗯 那个警报 没有生效 这个警报 好 那个我们刚才的话 检查了一下 嗯 那个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我们这里来带大家看一下 嗯 就是我们这一个 那个文件名 那个写的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 嗯 然后这里定义的是 带 带个是ES的 而我们这边是 那个 少一个 EF的E 所以我们这里面的话 我们把它改一下 好 那改一下的话 我们再去 嗯 重塞一下配置文件 我们这时候再去看一下 大家看到 现在的话 是不是已经显示出来了 然后的话 那个状态的话 是 Ling Active 就是说 现在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 没有警报信息 而我们的话呢 嗯 这时候我们去压测一下 把大家起一下 前压测之后呢 我们去 刚好去看一下 它的值 然后打到 然后我们 那个报警的 一个 嗯 一个标准 看到现在的话 应该已经打到了 已经那个5%了 刚刚刚刚刚刚开始压测 5%已经足够了 这文件就比较到100%了 我们来去看一下 大家看到现在的话是 已经那个 有一个 Ective 然后的话 现在状态是什么 状态是判定 也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等待状态 嗯 然后的话 它会等待 大概一个那个 一分钟 为什么是说 一分钟 因为呢 我们那边 呃 我们设置的 就是我们这边 来看一下 就这里定义的 这里 然后它只有 我会持续一分钟 持续一分钟之后 假如说还是在 嗯 还是那个超出我们 这个定义的范围 大约4% 那这时候的话 就会触发一个告警 我们来看一下 哦 现在的话 就已经 嗯 开始 呃 着火状态了 就是已经开始 那个去 已经报警了 不行的话 应该报警信息 这边应该 已经过来了 看到 现在的报警信息 已经过来了 过来的话 大家可以看 它这个信息 它这个汇总信息 还有这两个 是不是我们 我们自己定义的 还有这个标签 是不是这个 也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这个标签 嗯 我们来去看一下 它这边 嗯 这边那个应该 也会发封信息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有没有 嗯 有可能那个 不会那么快 它这边 也是有一个 等待时间的 嗯 大家那个 嗯 我这里就先暂停一下 它应该之后 会稍微等待一下 看到 然后现在的话 它信息 呃 已经分那个 发过来了 发过来 正常信息的话 就是一个 呃 来的警告 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 标签 然后的话 就是下面 我们定义的 一个 呃 注释 这边的话呢 还可以去看一下 嗯 点一下它的一个 收拾值 这边的话 应该是 嗯 我们内部这个 这个 因为这个地址是 可以解析的 然后你不可以解析的话 你肯定你这里 都看不见了 看不到的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值 一个搞定值 好 那个 嗯 关于那个 一个配置的话呢 我们就讲在这里 用实力 还没有 转换 转换 转换